随着春季的到来 韩国各地的花儿也悄悄盛开 吸引不少游客前往赏花 是的 不过呢 韩国卫生当局仍在竭力控制冠病疫情 各景点也是不敢放松警惕 漫山遍野 春意昂然 各色花儿争其斗艳 漫步在村落的小路上 欣赏触手可及的花朵 毫不惬意 韩国全罗南道的春花 吸引不少前来赏春的游客 不过景点的防疫措施严格 停车位和休息区 每四小时消毒一次 市场关闭 以防人潮聚集 这名游客说春景很美 希望疫情快点结束 而另一赏花圣地梧桐岛 所有游客也必须戴口罩测体温 检疫人员表示 他们会仔细检查每一位游客 卫生当局表示 民众赏花活动可能引发 另一波新疫情 许多高水 也必须戴口罩测体温